全新一代的GLS 但是它这一次只是亮相并没有公布价格 其实它自己宣称呢 就是它用的是全新一代的设计语言 但是你如果说看过这一代的GLE的话 你能够在这台车上找到很多 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一些点 但是我们说一个点 就是它跟GLE也不一样 然后它也是这一代GLS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车灯这边 它现在就是可以把灯组做得特别的小 然后把雾灯也整合到了整个的灯组里面 这是它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另外这台车的尺寸也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们其实站在侧面就能够感觉得到 它的轴距有3米13 如果跟X7比的话 它的轴距方面也比X7长了30毫米 但是它的车宽并没有达到2米 然后它的座位也是有6座的 有7座的 就是有222还有232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去车里面去看一下 坐在车内你会觉得这两个12.3英寸的大连屏 放到这台车里边显得更大了 另外它的这个MBOX在这一代就是GLS上也有了一个升级 叫智能感应助理 你比方说你看我的手啊 靠近屏幕 我没有碰到屏幕 但是它知道我手的这个位置 它就已经有反应了 再有就是它在灯光真的很昏暗的情况下 它的氛围灯也能够感受到 比方说你的手在这儿 它这一块的氛围灯也会稍微的再亮起一点 另外像它这种小方块的这种出风口 我们在GLE上也是看到过这样的设计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去后排 看一下它后排的空间啊 和它后排进出是否方便 这一台车呢 我们现在在车展上看到的是GLS的450 也就是它的3.0T的直6 然后加48V轻魂 我们看到它海外版还有一个580 但是我们不确定就是会不会来到国内 那个是4.0的V8加48V的轻魂 然后另外之前GLE上也有一个 GLEABC选价 就是你可以通过它去控制和调节 你的每一个车轮 但是当时GLE一进到国内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选装的 就是没有这一项 但是GLES有没有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11月份的广州车展 它正式上市的时候才能够清楚 那我们现在去后面看空间 其实第二排的空间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可以介绍的 但是你看它第二排的地板是稍微有一点隆起的 另外它跟X7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它每一个座椅都可以通过电动的方式去调节 然后它这个后排的头枕 也是可以像飞机这种头枕一样 就是把你的头包裹住 然后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展示的是 就是它进出第三排是否方便 它这边有一个小按钮 你看就是完全电动的这种方式 这样我就可以进去了 真的需要踩一下踏板哪 好够 好 坐进第三排我也不用完全就是 这种方式把它电动的放回来 因为我这里自己就有一个小按钮 双侧都有 嗯 是不是感觉还挺轻松的 另外它的第三排也都有这种 Type-C的接口充电啊 这些都不成问题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豪华车上 我觉得这些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以第二排就是做起来 不是特别宽裕的情况下 其实你看第三排的这种完全是没问题的 就都OK 但是第三排的座椅短啊 座椅矮的这种问题是所有的7座的SUV都不可避免的 但是你看头部空间感觉还挺充裕的 但如果说你也是对这种6座啊7座的这种SUV有需求的话 但是预算可能又不到GLS你可以考虑一下GLB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北奔就会国产这一台车 可以关注一下